东北的酸菜呀,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,放点雪肠,五花肉可好吃了,今天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,首先我们准备两块这种磅骨的大骨头,再准备一块五花肉,现在都吃这种五花菌发酵的酸菜,不用切,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,味道还好,用清水洗一下酸味,吃不了太酸的就洗两遍,撞干水分备用,然后把大骨头和五花肉凉水下锅, 烧开以后撇去浮沫,加大块葱姜八角,再来点料酒去腥,然后找个锅,把油烧热,把酸菜下锅炒一下,你都看到这儿了,能给老弟来个双鸡吗?谢谢大家,炒过的酸菜吃起来更滑,炒出香味,把酸菜倒入糊肉的锅里,扣盖炖40分钟,这个时间你弄几瓣大蒜,用蒜缸倒成泥,放入碗中,加上酱油, 一会儿咱们沾肉吃,时间到了以后,咱们把五花肉拿出来,加盐和胡椒粉调味,扣盖把大骨头炖烂,五花肉切成小薄片,再切点市场买的雪肠,然后往锅里加上味精,再来点蒜末,这小味儿挠着它就上来了,最后放上五花肉和雪肠,雪肠别烫时间长了,热乎了就行,这不就好了吗? 学会了,记得给老弟来个双鸡啊,感谢,支持